嗨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領悅 最近也在關注我的觀眾朋友們 以後是現在坐在螢幕面前的你們 一定要知道我們有什麼喜事要發生的對吧? 沒錯,我們終於要換一台效能更高的電腦了 終於要擺脫之前直播一直卡頓或FPS不高的情況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來開始介紹一下新電腦配置吧 CPU中央處理器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這顆由Intel 官方在2021 11月4日上市的i5-12600K i5對了解電腦硬體的各位應該都不陌生才對 這一次的晶片主要是10個運算核心,16指定序 以K為後挫則代表是一顆未手屏 也就是指可以超頻的處理器 這個小東西在電腦零組件中無非就是最重要的心臟呢 GPU顯示卡 嗯?你說RTS3060在哪裡喔?別急嘛 這一次選購的是EVGA,也就是艾維克這個品牌的3060 蛤?你問我說為什麼要挑這個品牌的卡 這你就有所不知了 沒錯,我本來挑選的顯示卡是TUFT GAMING的3060 但有朋友推薦給我艾維克這家廠商的版本 我當初還想說這聽對沒聽過的品牌真的可靠嗎? 而正在這樣想的我,馬上就被朋友所給的資訊破除妄想 EVGA在北美的試占率是第一 而且在台灣新北市也有廠商部門進駐 重修或訂購非常方便 而這次訂購,送貨的速度也非常之快 至於效能部分,就影片最後實測給各位看吧 MOTHERBOARD 主機板 搭載了Intel E700角位 專屬於Intel 12代CPU的Z690 Plus主機板 同時也搭載了支援Windows 11的功能 不只主板,連M.2也搭載了相當良好的散熱導板 讓組裝更容易與使用更方便 同時也擁有了四個記憶體防呆插槽 與模組化的一體式Io面板 也預留了讓不同的一體式水冷安裝的孔位 讓安裝有更好的體驗 最少不了的就是超訓砲的ARGB燈光系統 這就是Z690 Plus主機板 這次挑選的主機板是TUFT GAMING的Z690 Plus 那為什麼會挑選這塊板子呢? 其實原計畫是要購買B660 Plus的 當然因為之後從電源那裡得知 主機板BH系列都是沒辦法超頻的 而若買的CPU處理器是超頻版本 如果配上B系列不就等於廢了嗎? 好吧,換了啦 真是荷包大屍寫啊 什麼?你說這樣還不夠黑? 沒關係 那我們就給它弄一點更黑的東西上去吧 RAM記憶體 這次選購的記憶體呢 也營業了超頻CPU與主機板 而選購了HyperX的Furry Beast超頻系列 本來是只有想要買16GB 但後來怕不夠用 所以又最佳到了32GB 還有我自己插播一下 我怕這部影片發出來就會有這樣的情況防身 我先聲明一下 每個人組電腦都有自己的考量 有的供電比較穩定 有的比別的又有更多的擴充性 這些我覺得都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但是拜託 在你發言之前 就是你這句話 真的讓人不是很舒服 拜託各位 講話注意一下態度 暑假也快結束了 特產記得回家 別讓我對你的印象直接掰掰 感謝各位的配合 我們回到主題 SSD 固態硬碟 線容券3和券4 擁有比券3快的兩倍的主角速度 使用micron 3D NAM的製造工法 這就是美光P5 Plus SSD 聽說前陣子這條SSD面臨停產的問題 真是有夠難買的難買 好不容易再順發掉到貨了 真是感謝大恩大德 水冷散熱器 這次挑選的水冷是 Fractal Design的一體式水冷散熱器 主打有智慧雙模素控系統 可以透過智慧自動調節風扇 及水拱的速度 而在運行的時候 也能保持低分貝的運轉 真的是這樣嗎 一樣影片後面再來聽聽看吧 電源供應器 原本選購的電源供應器是海運的GM650 但後來上網查到有些玩家 使用海運的電源供應器 配上華碩的主機板會產生電流聲 也是所謂的不相容的情況發生 於是又趕緊去找電源更改訂單內容 換成了這顆海盜船750W 金牌全模組的電源供應器 荷包再次的大死血 機殼 這次挑選的機殼主要是TT500 Mesh 先從前面板來說好了 上面有一顆最基本的LED開機鍵與重開機鍵 喇叭、耳機、插孔各一個 和兩個USB 3.0 插孔 而這顆機殼 本身就附了3顆ARGB風扇在前拍 而前面板側邊的棱角也是相當有設計感 還跟側邊的側透玻璃有相互呼應的感覺相當的不錯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前排沒有Type-C接孔 只有後方另外的主機板上面有而已 就比較可惜了 機殼內部下方還有一個遮罩 可以把電源供應器與後方的硬碟槽遮住 以呈現更為簡潔的內裝 機殼上方可以容納3個12公分的風扇 並且附上了一塊大的濾網 不止機殼上方 就連電源供應器也有人了 好的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測試環節 先給各位聽聽看它五種速度的風扇聲音 基本上整體用下來的散熱效果都是不錯的 沒有散熱上的問題 基本上從最原本的標準風扇切換到全速風扇 讓以溫度而言可以直接壓下10度到15度左右 散熱非常良好 假如你問我風扇聲音會不會影響到錄影品質這個問題嗎 老實說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條件器可以使用 裡面附帶的降噪功能也非常的齊全 這個問題就不用太擔心了 接下來就是你們最期待的效能測試時間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三款遊戲玩起來的感覺 以及FPS的表現吧 2個基本來說 1個占拳 2個占拳 1個占拳 7個占拳 1個占拳 2個占拳 1個占拳 這一個占拳 voilà 2個占拳 1個占拳 4個占拳 そうです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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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啦各位 這次的介紹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下訂閱喜歡 想接收更多資訊的話 請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林月 我們下部影片見